1966年8月的一个傍晚 北京六一学校西南 一个幽静的角落里 传来一阵叮叮光光的声音 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艰难挖掘 尘封了55年的李连英的棺木 被打开了 然而 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是 李连英竟然伸手一出 棺木中只有头颅 身体却不翼而飞 生前权倾朝野风光无限的李连英 为什么会落得伸手异出的下场 今天我就与您一起 1966年初夏 北京海淀区的一处静谧的角落 五六个人正在挖掘一座巨大的坟中 他的主人就是清末鼎鼎大名的大太监李连英 很快 墓室被打开 一步描了金花的大棺材 倾斜着出现在眼前 撬开棺杆 那面平平整整的躺着一个人形 有头 有胳膊 有脚 盖着 而正当人们想直接搬动尸骨时 万万没有想到 自己的双手最后触摸到的 是一根包鼓鼓 其他部位 其他部位用手抓下去以后 去抓起一把黑色的泥 紧接着 掰下来的是一个鞋底子 一看 李连英的鞋里 为何要塞上棉花 难道鞋没有被穿在脚上吗 很快 人们就意识到 这是一座只有头骨的坟墓 李连英头以下的部位 根本就没在光明内 今天和我们一起谈谈的是 青东陵文言室主任李银老师 李银老师您好 欢迎你 我先问您一个问题 李连英出宫以后 到底去哪 有什么样的说法 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有人说 李连英 没等着出宫 就被龙玉太后给杀死了 有这样一种说法 大概是源于各种恩怨 或者有种种忌讳 恐怕是怕李连英 把慈禧太后 和前朝宫廷的一些事情 一些宫伟秘心 包括光绪皇帝的一些事情 龙玉太后很忌惮 很忌惮 像自己的丈夫 很忌惮 那么多人的恩怨 那么龙玉怕李连英出去之后 泄露宫廷的机密 而把李连英残忍杀害 有这样一种说法 那么还有一种说法 是龙玉太后 为了便于也好控制于她 有这样一种说法 这是第二条线 对 还有人说 他出宫之后 就到了他自己的 置办的一个宅子 叫海淀区的彩合坊 彩合坊 在那去居住 在那去居住 后就是身居检出了 那么也没有大肆张扬的 修建这个大型图木 很低调的一种生活 所以李连英出宫之后 其实种种迹象表明 他还是一个谜 到底他出宫 能够延续多长的生命 有多长的时间 在什么地方 还都有待有进一步的探讨 那么之前关于李连英的墓地 也是很有说法的 说李连英自己家人 曾经为他营造了一处私人墓地 花了几万两百银 家里人给他建的 很豪华 但是没不敢使用 就舍弃掉了 那么龙翼太后下旨 在恩集庄赐给他的墓地 这是皇家的恩典 其实恩集庄 作为一个皇家墓地 早年的时候 在明朝的时候 就已经是埋葬太监的地方 一块地方 那么到清朝的时候 雍正皇帝花一万两白银 专门为清朝太监 规划这样一块墓地 底边还是不小的 用几百亩地 然后赐给李连英这块墓地 大约有二十亩左右 修建了豪华的这样一组建筑 有什么牌坊 有这个碑楼 还有永道 规格很高了 规格很高 你像牌坊上 有一行大字 而且亲自李大总管之墓 尤其是他的宝顶建筑的 异常的坚固 到在1966年文革开始 开始的时候 被迫私救 当时是一个学校了 李连英的墓当时还在 至少说宝顶还在 它的宝顶是用三河土铸打而成的 是一层层的三河土铸打而成的 那么三河土就是黄土 白灰和沙子 这三种原料合在一起 然后用糯米汤 糯米汤和鸡蛋清来和 因为当时收集这个鸡蛋在方圆几十几里周围的村庄来收集鸡蛋 用那个蛋清来把蛋滑扔掉 所以遍地全是鸡蛋滑 老百姓从这经过的时候看到蛋滑就不想吃鸡蛋了 这个外调太窜了 就算吧出来 所以当时这个原油这个墓是这样一种一层层夯杂上去的三河土铸 说有点像当时的这个混凝土 对 它的这个效果不亚于今天的混凝土 但是它比混凝土的这个效果好的就是它金粘子 就还比混凝土效果好 对 它是很能金粘线的 它粘子越长大概就坚固 所以很有属于这样一种效果 所以你看三河土一层层的铸打上 你刨下去就是一百点 根本砸不进去 然后三河土下面呢还是这个花芳岩的发炫 花芳岩发炫 发上去这样一个石的结构 所以你在宝顶上面砸怎么能够砸得进去呢 就是普通人你拿普通的工具根本就砸不进去 就非常结实 是 它的这个建筑的宝顶的结构形式很像这个皇帝里奥陵的宝顶 就是这样一种结构形式 三河土下面有这个石的发炫 所以东陵盗墓的人呢 他也不在那儿盗进去 那都是很坚固的 根本砸不进去 所以当时有一个这个老人呢 就指点了他们这个要找到这个 好 宝顶最前面下面那个点上 那个点是很关键的 这个点一旦突破 那么地宫都入口就进去了 当时其实是两道石门 那应该是五旋二门吧 这样一个结构 所以两道石门层层突破之后啊 来到了李连英的这个牧室之中 宝床之上啊 有李连英的棺材 那么他的棺材当时光线照啊 这个在光线照之下 发现它是褐红色 然后苗金花 这样一口大棺材 撬开这个棺材之后啊 就看到这个里面呢 有这个很完整的一个 一床大被子下面 感觉上是一具完整的尸体 上面是头 有肢体 有四肢 还有鞋 可想不到的是 把这个很激动的心情 看到了 觉得李连英的尸体 马上就能够展现在他们的面前 但是呢 他们这个 把这个被子掀开 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怎么回事 他们这个在被子之下呀 覆盖的东西啊 有这个黑色的泥啊 黑色的泥啊 和这个大堡 珍堡 都有什么珍堡呢 那么棺材四角啊 有四颗正观珠啊 正观的珠子 大珠子在四角上 然后在这个被子下面呢 有金的这个碧烟糊 有翡翠碧烟糊 还有这个 这个翠的这个烟袋 翠烟袋 还有这个水烟袋啊 等等 这里还有佛珠等等 大概是150余件 这些个 非常珍贵的珍宝 在这个被子下面覆盖着 不是尸体 是这些珍宝啊 给人呈现出了这些 就是说在棺床里 然后没有尸体 没有尸体 反而是这些 大量的珍宝 呈现出一个人形 对 它的鞋里面 也不是什么这个脚 而是一团棉花 没有它的尸体 但是有一颗头颅 头还在 因为头颅是很明显的嘛 它对上边 头能看得 有头 无身 是这样一个 一个 一个一种情况 林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他如果是寿终正前的话 又该怎么解释 你连营物中 身手溢出的现实呢 如果是他杀的话 这个凶手又会是谁 他们就一连串的一轮 扑面而来 李连营自从成为 慈禧身边的红人以后 借着得势的机会 收连了大量的千财 据说 他曾经一次 就收收过 二十万两白银的贿赂 还有人说 李连营在光绪末年 金存放在京城各银号中的白银 就有一千六百多万两 同时 李连营还收连了大量的地产 和无数的玉器珠宝 可以说 李连营在宫中不可一世 号称九千岁 而他的财富也多得惊人 那么 李连营到底是怎么死的 李连营伸手溢出 和他巨连的巨额财富 有没有关系呢 料是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说李连营呢 是因为脸具了巨额的财富 所以才给自己招来的杀身之货 你想他在宫里面 是一个二品的冯管 本身收入就很高 他这一年年薪能够达到六百两的白银 普通的太监的收入是 月银是三两 三两 月银三两 而他的月银达到了五十两 五十两 达到五十两的白银 比如说现在人挣三千 他就能挣五万 是这么一个概念 收入很高的 不要说他在慈禧面前这么红 那么想走慈禧门路的人 首先要通过他的大存管李连营 所以你看比如说 当时李连营就干起了卖官一决的勾当 你看他和皇帝的宠妃 真妃 争风吃醋 来争卖官的这样的一些银两 真妃的卖官的银两 价钱是四万两白银 大体上 但是李连营的官价卖的比较高 他是三十二万两的黄金 三十二万两的黄金 对对对 天哪 他的这个价钱远远高于真妃的价钱 所以已经真妃抢手了 把这官就及时的卖出去了 那后来真妃遭到的事情 就是因为卖官一决的够购 就是你他 对 很有钱 那么有他在这个北京的银号里面 大体上能够存上银子是一千两 这么多白银 而且还有说他在皇宫里面 就有几百万两的白银存在宫里面 有一次性就给外两的白银 你看 这个李连营在宫里面 这是巨量了大量的钱财 林老师 其实关于李连营脸具大量的财富 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这种说法是这样的 他说李连营在皇宫里 专门有三间大窝 存放着李连营几百万两的白银 虽然因为惧怕财产之巨 而招来大祸 离开皇宫以前 李连营全部捐给了朝廷 但是他在宫外仍然有巨额的存款 确实有这样一种说法 答案里面是有记载 把自己的珍宝 平时搜刮来的也好 刺激赏赐的也好 就收集了六大捧盒 献给了隆运太后 当然隆运还很感激 但是他绝对没有把自己所有的财富都献出来 就是献了这么多 还不是所有的 对 仅仅是冰山一角 因为李连营真是很会敛财 给你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有一次慈禧过六十寿臣 那么六十大寿的话 这些王公大臣们要争先献礼 表现表现的 就当时有一个大臣叫孙玉文的 就要献给慈禧一个自鸣钟 这个自鸣钟到整点的时候 这是国外臣 就报石 国内还没有这种 对 这个到整点里就报石 报石就伸出四个小人 朝四个方向 然后这个小人 每个小人上都打出一个横幅 写着万寿无疆 这是很好一个寓意 孙玉文认为这个度计很好 见个老佛爷肯定很高兴 有新鲜 咱国内也没有 对 但是他也没有把握 那么慈禧这个人喜怒不长 会不会对这里面有一些讲究吧 先请教一下大文馆 这理念想了想 这个事我不能够白教给你这个法子 我得从你身上抽点油 然后就说 这东西好是好 但是如果你这个 这个献给太后的时候 一表现的时候失灵了 所以这四个小人 打出去横幅这个字 写着万寿无 这家子没出来 那不等于是相反的意思吗 老佛爷还不把你杀了呀 所以当时把孙玉文下的汗就出来了 所以这个东西能陷吗 孙玉文一想 就把它赶紧的处理掉 算了 这个孕玉虽然很好 但是万一出事 可是麻烦了 所以把这个表就很便宜的处理掉了 李廉英盯上了 李廉英就把这个表呢 满了 就箭着收购过来 收购过来之后呢 然后再跪着转手 很高的价钱转手 就挣了一笔钱 所以像这种事情李廉英恐怕是没少干 所以这个后来呀 我记得看到一条资料 说李廉英有个侄子叫做李福坤 那么李福坤这个人呢 在外面是挥霍无度 有人说是一至千斤 就已经很豪爽了 他是一至万斤 他为什么敢用这么做呢 是因为他的这个大伯 李廉英 给他积攒了大量的白银 据说有一次这个李廉英 让他把这个宫里的三十万两白银 压借回击 回到老家去 存起来 这个李福坤呢 他没有回击 去到天津来逛窑子 逛窑子 然后他就把这个白银呢 就聚集在了这个船上 他没下船 倒在窑子里面去了 到里面这个跟这老宝处了 说今天你挂红灯 不许接客 接谁呀 就接我一个人 老宝一看你谁呀 凭什么呀 老子有钱 就李福坤说 你瞧不起我呀 就说手下人就把这个三十万两白银 全部堆在了这个鸡院的这个院里面去 老宝一看这么有钱 哎呦 这个李福坤呢 说这还不算 说我呀 听说明天要下大雨 把你们的所有的下水到全中国堵上 把下水到堵上 然后呢 一场暴雨下来之后啊 院里就积了二十身的水 积这么多水 这个李福坤说了 说这个让你的所有的纪律全出来 里面放上鱼 在水中给我捞鱼 捞到一条鱼 然后就给十两白银 捞到一条鱼就给十两白银 这样的话 他这三十万两白银呢 就在几天之内 全部挥霍于空 这个是有资料记载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李银的钱呢 真是这个 这个 这个捞钱有数 然后花的也是很痛快 从这个角度上我们看出 李银真的是很有钱 这就很难免 他出屋之后啊 到山东去 探望自己的侄女或者亲戚吧 然后在河北和山东交界 被人给杀了 杀了之后 那根害怕呀 就跑掉回来了 把这个尸体就扔那了 他到东陵来 怀念雇主嘛 因为慈禧埋在东陵里面 怀念雇主 在这个叶灵的这个图里杀害 然后把他脑袋呀 搁下来 扔到了这个李银英 这个宅子的这个门口 有这种多种东西的说法 如果是巨额财富 给李银英招来了杀身之祸 为什么 他和李银英家人 却记载 他是因病正常死亡 即吸食鸦片 李银英的病因 更是众说纷纭 如果他真是患病而亡 又该如何解释 李银英物中 有头无身的现实 真说明里 一问 接二连三 大太监李银英 身手易处之谜 精彩内容 正在探明 结合种种信息来看 李银英是不是因为 脸具了巨额财富 而招致杀身之祸 身手易处 这点还不好说 因为 宝宝禁食防荡案中 一路 不过 措辞极为简单 只是在李银英的名字上 压了一张 写有病故二字的纸条 而据李银英 其家人抱丧的情况来看 家人说 李银英 是因病一致 无效死亡的 那么 这种说法 可信吗 说李银英 因为得利己 然后不治身亡 在他的木质名里面 就说到 他是善终的 那么中年是64岁 那么包括 这个宫女 潭网路里面的老宫女 也有这样 这个李银英呢 是得病而死的 而且他说得很详细 说 玄统三年 这一年呢 是倒吞寒 吞寒 那么吞寒 就是阴天 天气的变化无常 温度呢 没有上来 这样的话 这个李银英 只拉肚子 肚子 这个疼的就是很厉害 好像脚的一样 脚的一样 脚在一起 这种感觉 很疼 这个月29 发的病 但是到了2月初四 几天的时间就去世了 发病很快 这也很快 真是来也冲冲去 也冲冲 那么 这种病 在当时称为是 锁喉力 那就拉肚子嘛 锁喉力 很快很快就去世了 这样一种 老公里 这样一种回忆 那么吸食这个东西 抵抗力就下降 对 很有可能 这个拉肚子 什么什么 这个被称为是 咽后肌 吸完咽之后 引发的这种 拉肚子 这样一种疾病 所以在您看来 在您分析 就是说 它极有可能 是因为吸食了毒品 而导致了 抵抗力下降 从而引发了疾病 致死的 但是其实在普通人看来 不管是利剂也好 或者吸食这个毒品 也好 怎么着 他们至少认为 这个李连英算是 善中的 对 如果是因为染病身亡 那么 咱们仔细想一想 又该怎么解释 李连英棺木中 只有头颅 没有身体的 诡异现象 除非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 在恩济庄挖出来的 那颗头颅 不是李连英的 这就牵扯到 李连英死后 到底葬在哪儿的 一个问题了 有人就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说李连英死后 葬在了东陵慈禧的身边 要了解其中的内情 我们还得从慈禧生前 是如何恩宠李连英 开始说起 关于慈禧到底是怎么恩宠李连英 您赶紧为我们介绍一下 早在雍正年间 雍正皇帝就明确规定 太监不得超过四品 四品听起干部 一个 慈禧太后李连英升的 级别到二品 二品是一个什么概念 二品这个官 这已经是比省的比省长的级别还要高 省长才是从二品 他是正二品 我以往完全什么都不怕 所以自己这种做法 包括李连英 在宫里的种种做法 包括麦关于绝丫等等 遭到朝臣的关注 当时就有御史朱一新 御史安慰晋 谈和他 对对 包括国子监季九王贤千 都纷纷上执 谈和大太监李连英 给舌子上来了 这个慈禧太后一看 每次看到谈和李连英 自我说慈禧反应非常强烈 每次都不让人大怒 下遗址 重诚不待 谁谈和他惩罚谁 就是谁说他 对 他就收拾谁 就不能说 谁说他就给降级 调走 发配 所以这些人呢 都没有得到好的结果 你看 这个李连英在宫中的地位 真的是根深蒂固 不是 我就特别想知道 这个慈禧特别恩宠 李连英是为什么呀 有好多种说法 我访间传媒说 这个李连英啊 这个没有这个 阉割干净 对 我见过这样的 传媒说他割的时候 没割干净 就还保留着一部分 这个男性的能力 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 不切合这个历史史的 一种说法 因为太监 阉割完之后 每年还要有一次 这个刷查 净食房 净食房 要每年给他们检查一次 长出来一点 可能这个小孩 他发育比较快 他可能阉割完之后 要在那个地方 长出一些小肉芽来 全部刷齐 这个好像还真是 大家不了解的 对 每年都 原来从小的时候 阉割在宫里面 要经过多少年 刷叉 那是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 李连英之所以得宠 这是李连英 既定的性格 能够深得老佛爷的内心 因为老佛爷有孤独的 内心世界 他心情 内心世界很孤独 这个处理政务的时候 很寂寞 也很暴躁 所以 李连英都能给他排解 这是李连英的本领 不是还好称 李连英给刺洗澡吗 这个 我还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那么 有人说 李连英给瓷洗 捏脚 垂背 洗澡 这个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们查阅档资料里说 瓷洗洗澡 是由太监 确实太监 先进来 把两个大澡盆 铺在他的洗澡的地方 夏天是一天洗一次澡的 那么冬天 大概三天洗一次 把地上铺一块油布 然后进来两个大澡盆 一个是洗上身的 一个是洗下身的 是这个木胎 然后外面包银皮 银皮是防毒的 倒满 注满清水 都是温水 然后他洗上身的时候 这个 当然台这个盆的时候 是太监给台镜的 台湾进去的时候 就撤走了 然后就是宫女 宫女来刺务他洗澡 每个宫女 洗不同的部位 比如前胸是一个宫女 洗后背是一个宫女 然后下身是一个宫女 所以下身 洗下身的水和上身的水 是不能混合的 自己这么一样 下身的水是黑韵 上身水是红韵 黑韵不能压过红韵 所以洗上身的澡盆 要大一些个 下身也小一些个 所以说这些什么 李莲英没割干净 对 然后或者说李莲英 给自己洗澡 等等这样的穿业 实际上是不靠谱的 不靠谱的 都是宫女来伺候他洗澡 但是有一点 刚才您提到了 我觉得其实确实是提到了 就是说李莲英 能够把慈禧的心理问题 给他解决了 能够把这点解决了 所以才让慈禧 这么的恩仇 或者说是溺爱 可以那么说 把溺爱李莲英 两个人之间 就好像 左手右手那样 那样一种感觉 都离不开 比如说 他们两个之间 互相派厦门的人来问候 老佛爷睡得好不好 老佛爷吃饭好不好 然后刺激回派去 人来问候 大宗馆睡得好不好 吃得好不好 两个人谈经论道 谈养生的问题 谈一些个人生的问题 无话不谈 无所不说 所以李莲英 当时甚至于有非分之险了 想把自己的妹妹 嫁给光绪皇帝 作为一介妃嫔 这样的话 我不就和皇家站上边了吗 当时有这种想法 她的妹妹也确实有其分之色 也很机灵 慈禧还真的进行了撮合 可惜光绪皇帝 落花有益 流水无情 没有能够促成这样一件 这样一个因缘 李莲英很迟霸 没有促成 但是李莲英在慈禧面前 是日渐其隆 比如后来李莲英的侄子李福海 李福海得同到什么程度 慈禧把自己最宠爱的宫女 嫁给这个 指婚给这个 甚至于参加李福海的婚礼 在婚礼上 就狠给面子了 对对对 给足了面子 这逐渐李莲英在慈禧面前 是什么样一种不敌 那么能不能我做一个假设 就是说 李莲英确实是受到慈禧的恩宠 没准生前 因为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说李莲英当时被慈禧答应 给 说是你随着慈禧老婆夜 然后陪葬在青东陵 这对于一个奴才来说 也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奴隶 将来谁陪在他这个问题上 他没有权利来进行安排 为什么呢 因为他去世 他去世之后 得陪葬在他丈夫的身边 他丈夫 先锋皇帝 是个定灵 那么他去世之后 就陪葬在他丈夫的身边 和谁一起呢 和慈安一起 两个人呢 在地下相见了 然后一起去继续侍奉他的丈夫 就是你别看你 对 是摄政 然后呢 把光绪架空 然后呢 自己统治中国半个世纪 但实际上你这个组织 你还是不能越过去 不能越过去 能够进入皇陵的 只有皇家的这个皇帝 和他们的老婆们 连他们的皇子和公主们 都统统要埋在灵区之外 或者更远的地方 都没有资格进入灵区 何况是李莲英呢 刚才呢 李老师也已经为我们介绍了 李莲英随着慈禧 葬在青东陵 这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不过 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说李莲英墓 有四个去向 所以恩济庄的这一处李莲英墓 很有可能是假的 李老师 您怎么看这样的说法 这其实是来由于 一位教授 叫童巡教授 写了一篇文章 他在文章里面说 当时林莲去世之后 在他的宅邸里里面 出殡的时候 是朝着东南西北 四个方向出殡 这很有像 当年操操墓出殡 这样一种形式 就是为了不让盗墓者 说知道 我准确定位是哪 哪个是假 就是有这样一种说法 就说 那么朝着东面去的 那个方向 就是朝东陵而来了 所以有说 他陪葬东陵 这样一种说法 还有到其他的 这样一种方向 其实李莲英 当年的这个出殡 只有一个方向 不可能像当年 曹操那样 那曹操是怎样 是一带帝王 是吧 那么李莲英的这个墓穴 很肯定的就是 恩集庄这块墓 为什么呢 因为李莲英的这个墓穴 当时是有资料记载的 它就是埋在恩集庄 这是雍正皇帝早年 亲自的墓地 而且是龙玉太后 有指示的 在这里建的这样一种墓地 非常确定这样一个地点 而把李莲英的这个墓 发掘之后 看到李莲英的这个头颅 它的头颅 这种形象 和我们档案中 看到那个照片的形象 是完全吻合的 高颧骨 大后嘴唇 因为它是没有腐烂的 这样一个头颅的形式 和李莲英的这个照片 完全吻合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 这个墓穴 就是李莲英的墓穴 毫无疑问的 那么接下来就要问了 他李莲英墓里那颗头颅 头颅的下落去哪 把地宫打开之后 李莲英那个头颅 只有一颗头颅 当时它的头颅 并没有变成一具骷髅 而是有皮有肉的 所以它的辫子还在 它的绝大嘴 那个高颧骨 都看得很清楚 大家推着 您推着李莲英 海淀区恩济庄 李莲英墓 不可能有假 那么当年绝出的李莲英头骨 如今去了哪里 既然李莲英墓的地点 在海淀恩济庄 毋无之疑 那么李莲英到底为何遭此艰难 革命党人 肖德章 袁世凯部下江朝总 嫌疑人一个个浮出水面 他们真是杀害李莲英的凶手吗 大太监李莲英身手艺处之谜 精彩内容 正在探秘 就是李莲英头颅 所以这些小家伙们 小孩们 就把小伙来当足球 踢来踢去 那么后来 当一个玩意儿了 对 李莲英这个贱人 他祸害我们国家那么多年 和自己太后一起 就把他扔到厕所里面了 那么后来 有个赵广志老师 觉得李大总管 必定是在我们中国历史上 留有一笔子 我们独立史的人 就站在历史的角度 站在历史的角度 就把他用这个分勺 把他给抄上来 抄上来之后 就很善良的一种心意 把他埋在山脚底下 就埋起来了 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无法找到了 可怜啊 李莲英一生荣耀 死后却是这般静音 真是让人不解 李莲英得善中的谎言 不公自破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三种观点 李莲英是被仇家 所杀了 李莲英究竟为何人所杀 概括起来有三种说法 一位革命党人所杀 是因为他在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争斗之中 支持太后而打击帝党 甚至有人认为 正是他下手 毒死了光绪皇帝 所以 慈禧去世 革命党人杀了李莲英 第二种观点认为 李莲英是被江朝宗和小德章所杀 江朝宗是袁世凯的亲戚 小德章是李莲英的后人 两个人处于不同的目的杀了李莲英 李莲英称 章则为了争夺李莲英的遗产 而萌生杀人动机 但是 立即有人反对此说法 那么 这些说法都可信吗 廖老师有这样的说法 说是革命党人杀了李莲英 有这种可能性 因为当时革命党人 在这个清朝末年的时候 暗杀成风 他们已经成为一种风气 比如说这个 王清卫 就曾经暗杀过这个 纯吉王宰风 当时宰风是摄政王 人家很大的权势 所以就有这样的一些个答案记载 那么 李莲英对于革命党人这样一种关系 革命党人对李莲英的这个 看法是非常厌恶的 对 李莲英当时和慈禧太后 是联系在一起的 慈禧镇压了这个戊戌变法 对 那么革命党人当然是 对于戊戌变法是支持的 康良 所以 对于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那么这个革命党人 出于厌恶慈禧 憎恨他 镇压这个 武器变法这个角度上来讲 暗杀李莲英 还不是空学来风 应该是 不是没有可能的 对 有这种可能性 但是呢 要是从这个和光绪皇帝谋的这个角度上 倒是可以争议 倒是有争议的 因为这个光绪皇帝和这个李莲英之间 并非像坊间传言那样 两个人之间又很 而且李莲英在这个慈禧西逃 回来之后 他在宫中的地位已经有所下降 没有那么荣蠢的地位 已经暗大了 所以光绪和李莲英之间 两个人之间有很多的默契的地方 所以要说 黑莲英有这种动机来杀光绪皇帝 第一 恐怕大略上他没有那么大大 第一 恐怕动机上也要减弱很多 这个 如果慈禧受益李莲英来干这个事情 那我想李莲英恐怕不敢为止 但是 如果慈禧不受益他来干 人生是绝对不敢于来杀害光绪皇帝 所以我看来啊 革命党人杀了李莲英 也没有一个确凿的证据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另外一种说法 有人说呢 是江朝宗和小德赵杀了李莲英 那么 李老师 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那么这种说法 来源于一个北京的文史研究者 写了一篇文章 那么在文章里面 他说呀 当时 袁世凯面前的一个大红人 叫江朝宗的 他是个九门蹄督 那么请他吃饭 请他赴宴 当时李莲英在互国寺的棉花互通里面居住 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那么跟这外员很少接触 那私准半天是去还是不去呢 最终还是赴宴去了 这九门蹄督请你还不去 对 那么最终啊 他还是去了 他就先去 那么在石刹海的慧贤堂那里面 这个接受了宴请 那么宴请完了 在这个宴请完之后啊 在回家的路上 被这个 是一种说法 说是江朝宗杀害了 对 那小德章呢 要说这个小德章和李莲英之间呢 两个人之间在李莲英出宫之前 还是有一些矛盾的 但是这个时期的矛盾 也不至于 小德章就把李莲英杀害 因为在这个慧贤太后去世之后啊 这个李莲英呢 因为认为在宫中已经失去了靠山 就及时向鲁依太后提出 要出宫而去 已经是这个激流勇退了 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张兰德 小德章怎么可能 援护杀害他呢 我想这个可能性很小 从李老师的分析来看 在那场慈禧和光绪的斗争当中 也许没有真正的赢家 但是李莲英却是为数不多 可以左右逢源 而且全身而退的公理人 既然如此 革命党人又有什么理由 对李莲英下手呢 因此 说是革命党人杀害李莲英的 这种说法不能成立 而江朝宗或者是小德章杀害李莲英呢 也行不成一个完整的证据 革命党 江朝宗 还有小德章 似乎都没有足够的动机 来杀害李莲英 那么 导致李莲英身手异处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是李莲英羞于自己 太监的身份 下葬时 有意舍弃了下晚身吗 真相忽说迷离 一问接二连三 大太监李莲英 深熟异处之谜 精彩内容 正在探秘 还有一种说法 说李莲英是出于迷信 而舍弃了身体 林老师 是有这样的说法 说有的太监墓里面 他也是这个有朝而无身 那么有人就说了 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就是说太监呢 由于很迷信 自己没有了这个生殖器 愧对于自己的祖先 那么就把自己的身体舍弃 而只留头颅 放在棺材里面 有这样一种说法 那么我想这种说法是不可能的 太监呢 在小的时候 静身的时候呢 在北京城里面呢 会有很多很多家 来做这个生意 因为那时候 宫里面太监 大概有三千位吧 三千多太监吧 这么多太监 都要由这些个刀将 当时被称为刀将 他们来给他们晋身 那么这些 所以这个时候 在北京城里面 形成一种生意 那么最好的一个生意 就是一个姓刘的 他的手法快 招子也快 这孩子就瘦罪小 很快就一刀下去 这孩子不说罪 这没痛苦 对 这个当时被称为 是个小刀流 刀将 所以这个太监 静身的时候 他们把这个生殖器 割下来 这个刀将们呢 把它用这个干燥剂 那时候干燥剂是什么呢 就是石灰 用石灰把它裹住 把它裹住 免得它腐烂了 裹住完了之后 就用一块红油布 给它包上 包上之后呢 放在生 凉气 或者是一种凉气叫做生 放到生里面 把这东西放到生里面 然后挂在房梁之上 挂到自己的 这个刀将的房梁之上 所以你看 生意火不火呀 你看房梁能看出来 就看挂了多少 什么家房梁人挂了多少个生啊 挂了好多好多生 那这家生意特别火 他的手法 所以 这个生意虽然非常的残忍 但是呢 却反映出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他的手艺高 手艺高 所以这个当时 这种做法 所以为什么把它挂起来呀 还用生来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良性来承起来呀 这个叫做 红韵当头 物物高升 在头顶之上啊 在房梁之上啊 这是有这种说法的 因为太监呢 将来在入宫之后 入宫之后 他有了发展 要把自己东西赎回去 就不可能 扔到这里面 就不要了 那你如果没有发展的太监 在宫里面发死了 或者没有什么发展来赎 那你一辈子也赎不回去 是父母给你的东西 所谓的血肉之躯呀 父母给的 一定要全身买葬将来 所以太监 入宫之后 发低了 有钱了 要敲锣打鼓 到在这个刀匠家来 迎娶自己的东西 那么 娶回来之后呢 你可以给你钱 给你刀匠银子 然后迎回来之后 还要到坟地去 敲锣打鼓 然后跪在自己祖坟的面前 痛哭流涕 诉说自己这一生的辛苦 和自己的成就 我把他迎回来了 父母给我的东西 我没有扔到外面去 等等的 要诉说这些事情 所以 像李莲英这么大成就的一个太监 怎么可能把自己的东西 扔到他 扔在这个刀匠家里面 而不管呢 他一定要迎回来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您的意思是说 首先第一点 为什么这样的说法 站不住脚 是因为 他连自己非常早之前 给割舍掉的 少零件了 那我这个零件 我都得给迎娶回来 更别说 我说为了迷信 而把我身上的全都给人送回来 把这还把 有关系呗 对 一定是将来用全身 来埋葬到他的棺材里面去 清朝人是有这样的传统的 比如 期待后 在生前 剪下的指甲 梳掉头发 全部不扔 包括掉的牙体 都葬到棺材里面 这是自己生前的父母给的吗 所以 太监们 也有这样一个传统 不可能扔掉 在李连英的木制名上 写着这样的一句话 事上已敬 事下已宽 如是有年 未尝烧谢 也就是 对主子恭敬 对下属宽厚 多少年来 不敢松懈 其实啊 这简短的几句话 却概括了李连英的一生 也让我们了解到 其实 在李连英的心里 虽然 他拥有无上的荣光 但是他很清楚 自己 依旧 是个 无才 而关于李连英 为何伸手一出 我想 这或许 会成为一个 永远的米吧 青年探秘 集思广义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